我們來試看看 把 現在的時間 傳遞到 我們的 MQTT上面去 所以你先找到進階功能這裡 進階功能這邊 MQTT 好 那因為我要發送訊息 所以是在這裡 這裡有發送訊息 可是我們要發送之前 你先思考一下 時間 一秒鐘不是要換一次嗎 所以要不要重複重複重複 要 對所以 我們在這邊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這裡 不是函數就是一個迴圈 我可以做一個迴圈重複的 你找一下有一個迴圈 重複 那他預設的條件是當什麼條件發生的時候才執行 那我這個是要不斷執行的 所以我就把它用直到 把這個地方給成直到什麼 那因為後面沒有條件嘛 所以對他講就是無限迴圈 因為我沒有給他條件啊 所以他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 直到什麼條件出現為止才不錯 剛剛那個當 當條件成立才做 直到是剛好顛倒 好所以像這樣子 那我就來這裡囉 我就 告訴他我要傳送 用MQTT 發送一個訊息 發送一個訊息 那這個訊息當然就不是現在這個 我要發送的是 日期 裡面的時間 好那 時間在哪裡 一樣在進階的功能 有沒有一個控制台 有沒有看到日期跟時間 所以我現在要的是時間 所以我把時間丟出來 取在剛剛這裡 好 這樣有了 但是發送出去 我們MQTT像我上次講的 他有點像廣播電腦 所以老師你今天比如說我聽教育廣播就是103.5 或98.1 那我如果切到92.9 就是城市廣播 我如果切到100.7 就是 台中廣播 你看我會聽 這都正確 好那所以我們切到不同的頻道 是會接收到不同的內容 那你看後面這 topic就是 我們講的主題 就是頻道 可是頻道可以區分 主頻道跟視頻道 我們上市的時候用的 是只有主頻道 好就是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就好 你用全數字啦 或者 盡量不要中英文 英文數字 或者是數字都可以 那你記得一件事情 跟玩無線電一樣 只要我們頻道跟你一樣 你的訊息別人就收得到 所以我們像警察 也會切到頻道去抽屜 所以 在這邊 像我們現在用的這個App 他本身是沒有加密 所以就是密碼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另外一個 我們另外一個 這個 他就有支援加密 也就是說如果你耐克思 傳遞訊息的時候是有加密的 那他也可以 可以使用 那 回到剛剛這邊 所以我們在這裡啊 你要傳一個訊息過來 那我當然要接收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用今天的日記好了 126 但是因為我當然要傳遞的資訊是比較多 我想要傳 光明 然後門有沒有開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如果還有其他的 比如按鈕有沒有按啊 燈是什麼顏色啊 還有這個時間 所以我要 好幾個 所以我通常 我就不見得要 只有建 這樣的一個頻道 你如果是用一個頻道 他一次只能傳一個訊息吧 那你可能 126-1 126-2 這樣你要接受很多 很麻煩 所以我們可以同一個頻道 我就在下面 切成 不同的刺主體 但是我還是去 去那邊 就是同一個頻道去接收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大概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在這邊比如說 126 一個斜線 一個斜線就是我的刺頻道 我有個T1 T1是用來接收什麼 T2是接收什麼 好那 我這邊我偷看一下 因為我忘記我當初是 在這裡 你看喔 我的時間我按住 然後編輯 你有沒有發現我時間用T2來接 就是我一樣是今天的日期 是我的主頻道 那我下面有個次頻道 是專門用來傳送時間 前面 是T4 對不對 好那你看 我另外一個 好三個 好這個光明數值 編輯 這個我是用T2這個頻道 次頻道來接 可是我前面是不是都一樣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我們在接收端這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我就在這裡 告訴他我要接到T4 你們可以設自己的喔 不然你會接收到我的 哈哈哈 好除非你要跟我的一樣 OK有沒有這樣就發送 但是 我發送的時候 是不是要隔一秒再發送一次 因為我們 時間 每次就一秒 所以我就告訴他在 等待這裡 有一個等待一秒之後 因為他會重複 像這樣 所以他就會不斷執行這個程式 好不斷執行這個程式 來我們先到這邊 大家先試看看 你把它接進去 那你要用的主頻道的名稱跟次頻道名稱 都用你自己決定就好 這樣 好了 好 好 OK 那麼 這個 我們用法拉克林呢 如果老師把這種無線迴圈的 直接塞進來的話 雖然可以啊 但是很容易造成 層次就死盪在那 所以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的 我們建議老師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在裡面 把裡面稱作 叫做流程 用一個函數 在裡面執行就好 也就是說我把它包成 獨立的 然後呢 我要呼叫他的時候 我就 把他 在這邊呼叫 讓他就在這個裡面去執行他 就把他獨立開了 那怎麼做呢 看一下 這裡有個流程 按下去 你就把他拉出來 好 把包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是 在我們一般 程式語言裡面稱作 叫做函數 這樣了解 那我要使用到他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傳遞參數進來或出去 但是我這邊不用 反正 他就是發送到 QTT的伺服器上去而已 好 那你這個函數要叫同名稱 你可以自己決定 也可以用他內建這中文 雖然不鼓勵啦 但是在Black裡面是可以執行的 所以我現在有這個函數之後 我要自己怎麼辦 來很早 流程 有沒有一個跑過來 只要你有產生的 他就會跟我們變數一樣 會產生相對應的母稱在這裡 那我就把它按著拿進來 隨便一個位置一丟 所以 我們主神字裡面 他看到這個 流程 他就會知道我要來這邊呼叫這裡 所以你這個就可以放在旁邊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到這樣 是因為 比如說你還想要偵測溫度濕度 溫度濕度 光明 是不是都是屬於無限迴全的那一種 因為他不算執行啦 所以通常這個都會獨立出來 因為如果萬一中 他偵測有問題 你後面層次就不用執行 就會直接就打住 好來我們現在試看看 你看 按下去 OK 雖然我在這裡看不到對不對 來 我來我的手機這邊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現在 這個 現在執行了 沒有收到 我的 MVV V4 如果你要送光明電子的 那我會建議用這一種 我 這樣比較有感覺 不然數字對你來講只是一個變化 可是我看到這個就比較有警覺性 而且你還可以設 不同的顏色 剛剛老師在設定那個 項目的時候啊 像我這邊就是用中文 有沒有 那個名稱 所以那個名稱其實你可以打中文喔 就是上面這個name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都是英文的 內容 好 那我們看看 剛剛 這一個 如果你是光明的 要怎麼設定 你要選的 是那一種 那個 這個 加號裡面的 Range 這種 範圍的 好你把它按下去 好前面這個一樣沒有問題 有沒有 就是你的名字啦 然後你接收的頻道 主頻道跟視頻道 但是我們重點是往下 來你看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 最小值最大值 對不對 那你要有前置置圓 或後置置圓 什麼意思 進兩文 有沒有 Pree 跟後置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溫度 是多少 後面是加一個度 那我的亮度我可能就是流米 類似這樣 我就可以加在後置 那你了解 好但是字不能太多 字太多那個空間不夠 所以可能那個單位上 你要稍微留一下 讓它的精準度到第幾位 這裡你也可以設定 這樣老師 有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這樣 它有一個 顏色可以改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白色的 預測是白色 好預測是白色 那上面這裡啊有一個訊息 你倒是 老實可以看一下 這裡的設定 有沒有一個叫 Enatal Publish 這是怎麼意思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我只是單純接收 比如說像時間 像光影的偵測 請問你有沒有需要從手機上直接送的訊息 不用啊 你是只負責接收 所以你只 你只要接收的 這個就不用開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反饋的 比如說我看到 然後我按一下 他的開門 就是說我可以走一旁送一個訊息給你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 那個數值太高了 那我就按一個按 就可以送一個數值給你 那我Smart的這邊 或者我認一個 iPhone的裝置 我接到這個訊息 比如說 現在溫度太高了 那我送一個數值給你 你收到什麼數值 我就把 比如說那個 電風扇打開 或冷氣打開 這樣瞭解 所以我這邊沒有要做 的話 這邊關掉 因為如果你這裡有 你沒有把它關掉 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 怎麼意思呢 你看 你看 我在這裡把它按下去 我的這個 你如果是有的 它按下去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它會跳一個訊息出來 讓你直接指定數值 我這邊好像拿掉了 這個好像拿掉了 這樣了解 所以 您的光明數值 也可以像這樣把它送過來 那怎麼送 你可以再建 我剛剛一樣 用一個行數來送就好 我們剛剛不是顯示在這裡嗎 馬達的我先丟掉 我們標準的是這樣 你看標準的是 在這邊 開始偵測 然後是把它轉換成這個數值 0到100 我們剛剛不是這樣做嗎 馬達的你可以先把它丟掉沒關係 那我現在是可以把它放在一個流程一個函數裡面 所以我再把 流程這裡 你看我再丟一個出來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 把它塞進去 所以一個是 執行 時間 一個執行 光明 好 既然有偵測的 就跟剛剛一樣喔 我來 MTTT這裡 我也 放進來 老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 發送訊息 是要放在這個裡面 因為 他這裡面有偵測你的這個 光明數值才會改變啊 你如果放在外面就不行喔 有時候我如果把這個放在這個外面上次就偵測不到 所以你的那個MTT的訊息必須要放在我們的 這個裡面 好 這樣有沒有都跟剛剛一樣 這樣子 然後 一樣的 我就告訴他 我要發動一個 到這裡 但是我的次頻道 就是這個次主題我就換喔 我剛剛好像是T2吧 好你們可以自己 設定自己的 可是我主頻道的名稱是一樣的 好那我就在這邊 發送的訊息是誰 這是 偵測到的數值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如果你像這個那麼長 我通常就會建立你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因為 這個塞進去這裡 很大一顆 對不對 這麼大一顆 好 所以呢 我通常會把這個 我們可以設一個變數 你自己設 設一個名稱 我在這邊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 是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做出來的 你可以指定一個名稱 就是你設定一個名稱 比如說 T2好了 T2 OK 這樣 那我就可以 發送的時候 我就發送T2過去 我就把這個訊息 發送過去 這樣是不是就不會那麼長 就等於說我用變數 先 把這個內容 接收出來 那我再把這個變數帶到這個裡面去 這樣OK嗎 所以我這裡先停用一下 我把 伺服碼先停用 那 一樣的 我現在有一個函數的 那我再加一個函數進來 加一個 好 這樣兩個 兩個 所以我 執行這個層次的時候 它會送 時間 也會送光明素質過來 那我就來執行看看 記得喔老師如果平常一般的機目不用的話要停用 你不能直接丟在外面 丟在外面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現在在執行一下 來看一下 好執行了 我看韓式 去韓式 我這邊這個樣子沒收到 還是我上面設定了錯 這裡 確認一下 但是老師你可以參考看看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接收到 這個程式在簡報的46月 你可以從這邊打開 簡報的46月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 注釋起來 然後再 打開 好在這邊 這是我 目前寫在上面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上面的設定 我知道 老師你那個光明電子 我知道為什麼啦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上面明明有寫 但是我怎麼會忘記呢 因為我們偵測到的 偵測到的光明是什麼 是數字 所以要把它轉換成文字 我們MQTT 它只能傳遞的是文字 所以 所以在這裡 發送訊息的時候要多一個 轉換成文字 我們剛剛是一個變數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成那個 我怎麼那麼好笑 我自己 我倒是忘記了 你看 你看看這裡 我現在T2是這個 對不對 可是這個 對它講是一個數字 所以 我們要做轉換 在文字這裡 有一個叫轉換 在 對 這裡 轉換成什麼 我要轉換成文字 這樣子你再發送 你看看這樣有沒有切收 所以 所以老實講 第3個 第3個類型 這種 有範圍的 現在會用的 對 把收穫來收到 OK 那接下來 看看 如果你是什麼 像這種按鈕 比如說我按下去 然後開燈 我就換一個顏色 那關燈 我就換另外一個顏色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就是一個開跟關 那我們看看這裡 這樣 如果我是馬達 我們剛剛不是有 一個紅外線的感測嗎 你看一下 我有沒有建立一個 偷拼如果竟然 偷拼到 我剛剛講的話 他有偷拼我講話 哈哈哈哈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 就是我現在是建立一個似乎馬達的函數 流程 好 我就去判斷 有沒有我們剛剛寫的 如果他等於有偵測到的時候 我就把他轉幾度 那我可以發送一個訊息 送到 是不是 這個頻道裡面去 讓他收到的 可是老實要注意一下喔 我發送的時候 明明我就自己記得要用文字的 呵呵 這裡不能用那個藍色的上面這個數字喔 對不對 他是一個文字 所以 這樣可以送出去 那 這邊我特別等待兩秒是因為 如果 我們一般門打開的時候 是會稍微停的那段時間 如果輸掉的話 會出事情嗎 呵呵呵 所以我就讓他先等一段時間 好那再偵測一次看看有沒有東西 好沒有東西 當然就他就可以放下 這樣大概了解歷史 那所以呢 否則如果 他得於零 其實這裡當然你用否則也可以啦 不過我比較精準一點就是我要確定有收到資訊 因為沒有收到 也是否則嗎 對不對 沒有收到一也是否則啊 有收到零也是否則啊 所以我這邊就是 準一點 那一樣的就再發送一個訊息到那邊 可是關起來呢 等待時間比較短 這樣子 好所以 你如果不加等待當然也可以 那就是馬上工作而已 好就是他在這邊 所以呢我這樣好了 我就一樣 會把它加到這裡 所以老師你可以看到 我剛寫的 總共有四個流程 四個函數 我就是 執行的時候放在這裡 可是呢 他們都獨立在外面 這樣其實老實說 我們在管理層次相對比較方便 因為如果我把這些通通都塞在同一個 開發板的裡面 你是會覺得比較亂 好那我有需要呼叫的時候我再去 叫他們就好 那我們主層次看起來就相對比較簡潔 以後你再維護這些層次 我就是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去維護 就不用說整個拆掉 因為有時候這樣你動到一個 可能其他的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我們用這個 MQTT這樣子 真的還蠻方便的 所以最近其實網路上 也不少人是用這一個 這個來 做 就是這種 反控和移標板 因為你可以做互動 那可不可以做這個 對不對 實際的開關也可以 好那 來老師我們看一下這 點下去 我用改的就好了 反正這個就是 接 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 那他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看編輯 前面都一樣 但是這顆按鈕 是要有作用的 所以我就保留他的 可以publish 也就是我按下去之後 他送一個字出來 我去做判斷 你看喔 我們在這一邊 似乎馬達 他 這個是讀取的 這個是 像這樣 我往下走 你看 如果是開 是哪一個數字 關是哪一個數字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我是不是跟我左手邊這個馬達的這個相對 所以如果你要用1跟2 也可以 只要你的 暗跟火圖 對到相對數字 那再來就是 這個顏色大家可以改 那圖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一堆圖 等著你用 那這個 我發現幾乎所有的那個 App 都可以 都是用這幾組 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去直接去選到我們要的圖示 那 開跟關就可以選擇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他的設定其實不會太難 還是我們MQTT的延伸 所以你看我們這次的研究 把 剛剛幾個元件 包括了 伺服馬桿 然後光敏電阻 還有我們的那個 紅外線感測器 你有這些感測器 你再去接收傳遞 這些素質 你用MQTT就會相對很方便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有概念 真的 不管是Arduino的也好 反正Arduino也可以傳送 MQTT訊息 只要你能夠連到網路上 只不過用Web電腦是相對比較方便 因此 老師可以搭配我們剛剛提到的雲端部署 我們不是說雲端邊還可以搭配 6個小時免費的雲端部署 所以我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去偵測數值 反正 我就在雲端上執行 我也不用開自己的電腦 那是我手機上持續會收到那台 裝置 他所接收到的這些訊息 這樣OK 好來 給老師再稍微試看看喔